政府提出三岁分流 年底之前实施不同时段不同收费 但是商用车所有时段获一收五十元 在立法会法案委员会上 有议员关注商用车的收费过高 政府回应说已经较现在的平均收费低 晚上的非繁忙时段 私家车降到二十元 的士业界就说政府鼓励人坐白牌车 我二十五元来回五十元 他二十元过海 并加火我们很大劲 接着到小巴业界跟我说 他就说为何的士二十五元 为何我要给五十元 他们有一个强烈的声音 将所有的商用车辆 是或一全日二十元 商用车的收费都是五十元 第一是容易寄的 和附货人去解说也是容易的 很多物流其实是在香港的 集中在西边的 以往行西瑞不是一个首选 因为价钱的问题 现在我们西瑞和其他是或一的话 其实隧道费有减 另外那个有钱也应该会省得到 时间上更加省得到 非终研巴士 其实现在三条隧道的平均收费 是超过九十元的 所以如果我们将来建议收费是五十元的话 其实就会对于他们来说 那个运作应该的承担是会低一点 我们下轮辆灯 我们下轮辆 也不下轮辆